回頭來看台北市來的這間 無學法的擁護所消失人 他完全說這根本就是制度台人 如果這樣台北市政府 到底有開始對飛發的業者來做客人嗎 富市長王三三說 平常時下應該做的 都在做 這個台東大政的 也許不願意對這間火燒的案件 來討欠 謝謝台北市警察局 分局長和大隊長 報達高接電禮 台北市府市長王三三對來 一間無學法的擁護所 就算三人無名 議員無悔失人 我們說要當前 他就說 我們 我就說了 我們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會怎麼 我們就會檢討相關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在清查中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討論 相關後續的處理方式 就算市政府開過記者會的 隨便過 議員沒辦法法改正義 議員在賣說 今天不是制度殺人 他在社會局過去一年 也去看過有娘家收入保住 哪裡無法擁護所 希望的兩位老大人 也沒主動對規劃的業者去掛斷 來看界別的新法市政府 人家強烈在執犯 譬如一間無罷了 已經到達10萬塊 並且強制提供 不然會說得很減 表示說是平常就知道 昨天才抓到嘛 所以重點是你平常就要機查 而不是臨時 可以找到一兩家去查 我覺得還是把事情做好 而不是去比速度 或者是故意去找到一些相關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面對無法擁護所 火燒處造成三人失望受驚 台東一直都尊重的 就看變成拿出古典的作為 和掛蓋一個交代